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 我也姓肖啊 明白了 因为小姐姓肖 所以你要把天下的肖都收集起来 是吗 过去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珍惜 直到失去了 才追回末期 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经历呢 当然有 所以啊 现在才知道有一件收一件吗 不过 这件玉枭的材质这么好 不知道先生是否肯可爱呢 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个玉才 而是在乎这只肖以前的故事 如果姑娘喜欢 我把这只肖送给你 我也不好多人所爱 先生 你还是开个价吧 不必了 我这只肖没价钱 那 我谢过了 等一下 怎么 你又舍不得了吗 那倒不是 我只是希望 还能和姑娘见一面 听听你吹笑 如果有缘分的话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然后我们准备见一位 什么事 一会儿让我冲甲板 一会儿让我搬东又搬西的 累死我了 这地方不错 先睡一会儿 二少爷 什么 你没看错 错不了 那些人确实可疑 以前从来没见过 好 你马上回磁庄 多叫些人 带些家伙来 是 老爷 师爷 都准备好了 你们还得多加留神 此次行动一定有得手 知道了 有把握吗 大哥 你放心吧 大家四下看看 有没有可疑的箱子 是 是 你干什么的 提货的 货单的 不愿意 不愿意 我不愿意 哪里 不要 你 才对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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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记住了 小姐留步 您归姓啊 住哪儿 等高少爷来了 我叫人找你去 他打开盒子自然会知道我姓什么了 他也不必来找我 我自会去找他的 老爷 什么事啊 昌战行指示陈孝和邀请您参加慈善拍卖会 老爹 陈家又借着明目圈钱了 咱们就送点贺礼 人就别去了 不 陈孝和的面子不值什么 可人家毕竟是陈会长的堂弟 陈会长的面子可不能博 不仅要送去贺礼 我还要亲自出马 高老板大驾光临 真是彭壁生辉啊 哪里哪里 陈老板太举了 我们玉兰的生意全靠商会的支持 往后还要陈老板多多提携 不敢不敢 陈老板 高老板 还有大少爷好久未见 是 来 各位请坐 请坐 请坐 坐 诸位 今天是陈会长以天下士为己任 为军政府筹款举行拍卖会 希望各位仁义志士 踊跃捧场啊 现在拍卖一件 缅甸的高纯翡翠宋子观音菩萨像 起价 一百大洋 我出一千 一千 高老板 真是慷慨啊 两千 老爹 两千五 三千 四千五 四千五 四千五啊 四千五 四千五 我承让了 你 我看你就是存心捣乱 算了 我就是四千五百块大洋嘛 就算是孝敬陈会长的 小心吧 你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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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自己搬 gro obey 你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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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kali's 我记得 你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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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罗二当家的 我是个爽快人 你说怎么办 把霸占的财产全都吐出来 你的老命我也要 你 你的两个儿子也挺能干的 我帮你一块了断了吧 姓罗的 你痴人说梦 你看看 现在谁的枪口对准谁 别动 把枪放下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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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是有不了他 你快去把他找来 可是快去 是 二少爷来了 好久没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这个死鬼没给您添事吧 二少 不用着急 二少 你看咱谁跟谁都是自家人 对了 有人托我带个东西给你 等着 有人脱带东西还能留在红袖招 是啊 是为干净又漂亮的姑娘送的 这种姑娘要在我们红袖招里准时投牌花魁 又漂亮又干净 少爷 会不会是上次那姑娘 人家看上你了 一搜好运了 看看什么好东西啊 嗯 这个姑娘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个姑娘我们一定要找到 好久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不达旦 也不归宿 成何体统 你这个冲军胚没看到我过来 把我的马都吓坏了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 我冲军胚 你才冲军胚的 你的马是吓到我 不是我吓到你 好 我没时间跟你说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走了 臭小子 我有时间再好好收拾你 凶什么凶 好吧 被我白拿 买包子咯 这么大的票 罗家 好 老爷 昌战行的陈老板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哦 老爷 信上说什么了 他陈老板倒是个有心人 他要为我们两家讲和 讲和 讲和 那我从南洋回来干什么呀 大哥 不管怎么说 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那很简单 你替我去 来 中原 中原 来了 大少爷 有什么吩咐 赶快给我备车 大少爷 上哪儿啊 昌战行 陈老板 出面给我们讲和 讲和 嗯 咱们老爷同意讲和 就算老爷能忍 我可以忍不了啊 我也忍不住 可老爷说了 忍不住也得忍 我们 大少爷 既然陈老板要讲和 就肯定也会请他们 不如咱们来个先下手围墙 来个瓮中捉鳖 怎么样 对呀 请问这里可是罗府 正是 你是 我是昌战行的 陈老板生怕路上有什么闪失 特命我来接府上的人过去 陈老板倒是想的挺周到啊 月白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好 大哥放心 我会处理的 你要当心啊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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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在乎陈老板的面子早该到 这分明是那家人不懂规矩 请吧 老爷 清云瓷庄吴大人求见 吴大人请 陈老板让你久等了 你们两家的过节 我已经听说过一些 常言道 冤家一解不一解 蓝水瓷庄灭门十三年 江家显然已经无后了 与其为谁报仇 不如为己牟利吗 这样吧 就请玉兰慈庄让出点世面 就等于是让罗二爷夜落归根 我也回去上来上来 让世面的事我说了不算 只要吴先生能够说服罗二掌柜就此收手 那你们吃的亏也是有限的 否则真刀真枪的把广州的商界 弄得血雨腥风 别说军政府不会答应 我堂哥呢 也不会做事不管呢 陈老板 我那是真的没办法 我回去 当尽力说服我阿爹 去吧 去吧 二位 对不起 我有点急事 我去处理一下 你们慢慢聊 丹妮啊 你来了 三表叔 怎么 真的去军校做事了 对不起啊 三表叔 一直忙军校创建的事情 也没来看你 至于去军校做事 你也知道 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 国家新王匹夫有额 我听说你弟弟高云飞 他是玉兰瓷庄的掌门人 我阿爹这些年早已退出江湖 专心在家吃斋念佛 所以我阿弟掌管着玉兰瓷庄 现在我们又把招通码头和船队接收了 我阿弟还掌管那坛事 对不对啊 我倒知道 早些年是你跟高老爷子闯江湖的 我也管一些 那我就懂了 你们高家的规矩也许是 打天下的是哥哥 守城的是弟弟 当然了 如今这个时候 也有大的服从小的 我那是服从高家的全局 不过高大少爷 万一高老爷有一天百年了 那你弟弟高云飞 他的翅膀不就硬了吗 幸福的 你少破坏我们兄弟感情 今天我们是对手 未必明天就不是朋友 道士 今天是兄弟 明天未必就是兄弟 程老板 这位是 丹妮呀 是我表哥的女儿 刘洋回来 现在呢在外边瞎混 头笔从容 支持中山先生搞军校 怎么是瞎混呢 沈小姐 真是实敬实敬 陈老板 谢谢陈老板 我回去之后 一定把你的一番美意 如实向家父禀报 好 后会有期 要是你们两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这乃是广州商界的大幸 陈老板 那我就代表我们罗爷 谢谢你为我们铺桥修路了 不谢 沈小姐 那就告辞了 再见 再见 你有此理 不是说和解吗 我看他们是有意勾结陈家 来算计我们玉兰此状 阿爹 我看他陈孝和 他也未必能出此下策 那陈家和咱高家 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再说了 那个商会 都是要经过我们这些大商家 来支持的 他搞掉了我们高家 支持了罗家 对他陈孝和来说 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你不知道 陈家兄弟 从来就没安什么好心 爹 陈孝和现在在商会主持台面 就算是假装 他也要保持公道 他不至于为了讨好罗家 而得罪了我们高家 倒是这个罗家 现在看我们高家没什么动静 越发的咄咄逼人 我想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以后他们也不会给陈孝和面子 这点我们倒是要提防一下 阿爹啊你放心 有你大哥在 什么麻烦事大哥替你担着 那当然了 我这辈子还得仰仗大哥呢 大哥 高云海透露说 他弟弟接手了码头 我想咱们也可以去招通 租他一个偏僻一点的小仓库 以便秘密监视他们 只要有船进港 我们就出来找事 向他们发难 然后在他们两兄弟当中制造矛盾 大哥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 我在昭通进了几艘船要大修 得从你的钱庄支点银子 最近钱庄钱吃几 你问阿爹手中拆解吧 阿爹说要用钱 我今天得有你的钱庄保底 我现在就是没钱 你逼死我也没用 各位同仁 今天是毕号的开张之喜 各位老板前来捧场 我罗音十分的感激 敬各位一杯 好 来 干杯 我可以告诉大家 毕号的前身 就是十三年以前 广州城赫赫有名的蓝水瓷庄 我是名人不做暗事 我办这个瓷庄 就是冲着高家开的 不过至于以后动刀动枪的事情 我罗某不会主动挑起 大家请放心 不会的 不会的 罗爷 您高义满天下 谁要是越轨而行 那真是小人了 广州商会定会合力共讨 多谢各位老板 怎么几天没来 这里出现了一座大瓷庄 慢走 慢走 多谢 慢走 走吧 猛一看 还以为是当年的蓝水瓷庄又回来了 二哥 你说上次寄到南洋的那封信 那当然是知情的人写的 可知情人是谁呢 是我们的人 我在想 为什么这么多年 他就是不出来为姜大哥报仇呢 再说了 今天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回来 他又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 岳白啊 我们今天可算是高调出击 下一步你说该怎么办 大哥 我们几次出手都没有成功 高玉府这个老贼肯定会加倍谨慎小心 特别是他们家那个老二高云飞 我在码头仓库跟他交过手 这小子看上去年少 可诡计多端 深不可测呀 我们对他也要格外的小心啊 你不是去帮我找那个姑娘吗 还不去啊 我是要去找啊 可是去哪找呢 我觉得 这个姑娘是寻着萧生来的 她住的离这儿一定不远 行 那我就一家旅社一家旅社的去找 帮你找漂亮姑娘吧 小渣胡 嗯 怎么了少爷 我突然想起来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今天你去盯我大哥 我去盯你大哥 不会吧 让我去盯小美女也就算了 让我盯你这个丑八怪大哥 我没力气 再说了广州城那么大 我又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怎么找他 他去哪儿我知道 好 小心点 好 小心点 这个你当心点 太来了 您的菜熄了 请慢用 我只想知道 最近有一家新开的买卖叫青云瓷庄 他们的仓库在哪儿 我知道 他就在招通租了一个小仓库 不过位置不太好 他们的货一般运到哪里去 这个嘛 他们还有个大仓库 在北山脚下 北山脚下 你不会说谎吧 我不会为了这十块大洋 连我自己脑袋都不要了吗 快点 多弄点柴 快点 把这些都搬过来 快点 快快快 动速快一点 来来来 快 多放点 快点快点 装满 少爷少爷少爷 少爷不好了 你大哥要烧人家房子 我大哥 我大哥烧房子 他要烧谁的房子 我怎么知道 他也没说 那你为什么不帮他的忙呢 如果你帮了他的忙 我好在他面前狮子大开口问你要赏钱 哎呦 说的有道理 哎 哎 我现在到希望这件事情越大越好 如果太小的话就帮不了大忙 哎呦 这样不行不行 这太不道德了 说实话这是有点不道德 但是他要办大事我们又何必瞒着呢 而且你要帮他的忙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你到底去不去 我去去 去 我去 我去 罗音呢罗音 我把你的本钱全收光了 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不好了不好了 著火 了快来救火呀 快快快快快 快 大少爷他们有枪 去打水快 谁 我我我 我是那边开林子的 怎么没见过你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嘛 对了 纵火饭 刚刚跑到那边去了 我看到了 再不追他就跑走了 快快快 快追 去那边 我那边走了 快 快追啊 大爹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大哥能力有限 脾气也不好 这些我都清楚 可是你大哥为家里打天下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爹 再说官吏钱庄得依靠各路堂主 那些堂主多多少少都有些江湖背景 我大哥现在和那些堂主天天都是吃吃喝喝的 人情和生意根本就分不清 你当初接管次庄 不也磕磕碰碰吗 云海可没少帮你 他毕竟是你大哥 反正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你把钱庄交给我大哥的话 我不放心 都给我下去 是 你这是从哪儿回来的 一身的泥水 阿爹 还不是为了封泰茶叶行那批茶叶吗 撞船的时候突然下大雨 为了防止茶叶受潮 我们只能把自己衣服脱下来遮挡 自己在屋檐下躲了一晚上 在屋檐下躲雨 你自己不小心点 这么新的鞋子搞了一角的泥巴 从山上带下来的吧 不过如今的生意确实难做呀 罗因他们处处给我使绊子 阿爹 罗家处处挤兑 我们就坐以待毙 先避其锋芒 反正真要有一天撕破了脸 也不是咱们主动挑起来的 绝不能把把柄落到陈氏兄弟手上 阿爹 你英雄一世从来没受制于人 唯独在这件事上小心谨慎 你十三年前的好起哪儿去了 混蛋 别跟我提十三年前再高价 绝不允许儿子较心老子 阿爹 阿爹 我们在北山的仓库 他高云海怎么会找得到 一定是我们 码头内部出了内贼 要我查内贼 阿爹 鬼 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物是人非 事是休 生长在豪门 琉璃在青楼 芸妃 你还是以前的云飞吗 想吃什么呀 小茶壶 我说过来 今天晚上吃饭 我得喝两份酒 吃双份饭 你想得到美 凭什么呀 对呀 我不管整天在你身前身后跑 我还帮你找到你的梦中人了 你说什么 你找到他了 在哪里 我已经摸着门道了 他在哪 他在哪儿带我去 到了 掌柜的 问一下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姓霄的女住客住在这儿 吉林姐 我们这儿确实有个姓霄的女士 可是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她住哪个房间 这深更半夜的 我怎么知道她想不想见你 你以为我们这儿是红袖招 你以为我们这儿是红袖的女士 在这儿是红袖的女士 那一杯 谁啊缘情愁 那一杯 伤疤感受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痛苦睡难受 仿佛下的 海棠依旧 到不尽的 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苦睡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在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在我的白头 你不在买 我去吧 你不在买